福,你们回来得可真早呀,哈哈,阿良都长这么大了,好可爱呀。 爷爷您好,我都好久没有见到您了。 好好,我也好久没有见到你了,真的非常想念你的。 对了,你们一直赶路也很累了,走走,我们快回家休息吧。 爸,爷爷他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唉,别提了,他还是老样子,身体总是莫名其妙的疼痛,有时候痛得连觉都睡不好呢。 难道就没有带爷爷去医院进行彻底的全身健康检查吗? 有,可就是查不出原因来呀,这就是我一直很挂心伤脑筋的。 可不是嘛,在我小时候,爷爷就经常会身体疼痛,可没想到这个病竟然会折磨他那么久。 这个病纠缠了爷爷那么久,爷爷他竟然还这么长寿,真是了不起呀。 走,我们赶快先去看看爷爷吧。 赵先生一家人回到故乡后,便住在家里空闲的一处老宅里。 然而接连几天,赵先生的妻子却总感觉屋子里经常闪过一道白影。 老公,最近这几天,我在屋子里经常能看到了一道白影。 老公,这个屋子不会是闹鬼吧? 闹鬼?亏你想得出来。 我看你是这几天太累了,所以才出现幻觉。 明天你就别忙了,好好休息一下吧。 哦?难道,真的是因为太累了而产生的幻觉吗? 嗯,一定是这样的。 好了,我们早早休息吧,后天就是爷爷的寿宴了。 明天一大早,我还要去采购一些食物呢。 嗯。 换我衣服,换我衣服来。 啊,什么声音呢? 老公,老公,你快醒醒。 你看,那个白影又出现了。 哎呀,竟然真的有一团白影,那究竟是什么呢? 老公,你也看到了是吧? 这几天,我看到的就是这个白影。 刚才,它还在说话呢。 什么?它刚才还说话? 换我衣服,换我衣服来。 老公,你看,它又说话了。 它是一只白狐。 哎呀,怎么回事? 那只白狐去哪里了? 不知道啊,白天的时候也是这样,它总是一闪而过。 讨要衣服的白狐?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看还是明天,问一问爸爸。 或许,他会知道一些什么的。 嗯,看来只能等明天了。 当天晚上,赵先生和妻子一夜没有睡好。 第二天天亮之后,赵先生便匆匆去找他的父亲询问究竟。 爸,我们住的那个老宅原来是做什么用的呀? 原来,那里一直是你爷爷居住的房屋。 后来你爷爷年纪大了,病情也重了。 所以,就接到我们兄弟几个家里轮流住。 呃,怎么了吗? 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个来了呢? 爸,那爷爷有没有说过曾经在那个屋子里,呃,见到过什么呢? 没有,你为什么突然这样问啊? 昨天晚上我在屋子里看到了一只白狐,而且它还在向我们讨要衣服。 哈哈哈哈,你这是在说梦话吧? 一只会说话的白狐,你不会还没睡醒吧? 爸,难道你不相信我的话? 也是,当初阿湘和我说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也不相信啊。 是我亲眼所见我才相信的呀。 好了,明天就是你爷爷的生日了,我有好多事情要去做呢。 你也别胡思乱想了,赶快去采购一些食物吧。 啊,好吧。 老公,怎么样?你从爸爸的嘴里有问出些什么吗? 没有,他跟我当初的反应一样,根本不相信会有这样离奇的事情。 是啊,这种事情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又有谁会相信啊? 老公,关于这件事情你是怎么想的啊? 为什么我们会看到一只白狐出现在屋子里呢? 你说,我们看到的会不会是一只白狐的亡魂啊? 白狐的亡魂?你是说,一只白狐的亡魂跑到那间老屋里讨要衣服? 是的,那间屋子原本是我爷爷住的,你说那只白狐会不会是来找我爷爷的? 是啊,有可能啊。 你爷爷年轻的时候不是打过猎吗? 这只白狐不会是被他打死的吧? 哦,你说的也有可能,我们去找爷爷问个究竟吧。 嗯,爷爷一定会知道的,我们去问问他吧。 就这样,赵先生夫妻二人来到了爷爷居住的屋子。 爷爷,你年轻的时候杀过狐狸吗?有白色的狐狸。 啊,你怎么会突然问这件事情呢? 老公,看来我们猜对了,那只白狐果然和爷爷有关。 怎么,你也知道那只白狐? 爷爷,我这几天在屋子里经常看到一道白衣闪过,不过直到昨天晚上才看清那是一只白狐,而且还是一只会说话的白狐。 啊,你说那只白狐还会说话?那他说了什么? 他一直说,还我衣服,还我衣服来。 七十几年了,他竟然还惦记着自己的衣服。 七十几年了?爷爷,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那是七十几年前的事情了,那时我还不到二十岁。 年轻的爷爷在山林里,将捕兽网铺在山林的地面上,然后在上面铺盖着树叶。 这时候,村里一位老人从这里走过,他看到年轻爷爷在那里布置树叶时,愣了一下。 小伙子,你在这里做什么? 听说最近山林里有狐狸出没,所以我特意制作了一个陷阱,希望能抓住它。 听人家说,用狐狸皮做垫背,铺在床上睡觉,可是非常舒服的。 啊,什么?你要抓狐狸?我劝你还是放弃这个念头吧。 狐狸是一种非常有灵性的动物,如果伤害到它的性命,它会跟你一辈子的。 是吗?既然都伤到了它的性命,那它还怎么跟着我呢?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我不知的陷阱竟然真的捕捉到了一只狐狸。 而且还是一只白狐。 天呐,竟然是一只白狐?我真是太幸运了。 你在求我放掉你吗?别做梦了,我要用你的皮做垫背。 年轻爷爷将捕兽网,连同里面的白狐一起,捆绑了起来,背在肩上,朝村子里走去。 刚走出山林,他又遇到了村里那位老人。 哎呀,小伙子,你这是抓到了一只白狐吗? 是啊,这只狐狸的毛皮实在是太漂亮,我要用它来做个垫背。 年轻人,你不能这样做啊,我不是和你说过吗?狐狸都是有灵性的,尤其是白狐。 我劝你还是将它放掉吧。 放掉它?这怎么可能? 要知道能抓到一只白狐,可是件不容易的事情,要我放掉它,那更是不可能的。 那只白狐最终还是被我宰杀了,然后将它的皮剥下来做了一个垫背。 可是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都已经过了七十几年了,那只白狐竟然还惦记着它的衣服,既然这样,那就还给它吧。 爷爷,这么说那只白狐皮的垫背现在还留着啊? 是的,这些年我一直将它铺在床上,你们扶我起来。 赵先生和妻子急忙将爷爷从床上扶了下来,爷爷伸手将床下的那张白狐皮垫背拎了出来。 没错,我看到的那只白狐和这张毛皮简直是一模一样。 啊,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这么说来,我们看到的那只白狐一直在寻找爷爷您啊。 唉,当初我捕抓杀害这只白狐的时候,就有人说这样做会遭到白狐亡灵的报应。 当时我还年轻,根本不相信这些。 现在看来,我这些年所受的痛苦,会不会就是这只白狐带来的呢? 爷爷,你怎么会这样想啊? 我这皮肤发作起来,痛得就像侦察刀割一般。 现在想来那只白狐,不时就经历过这种痛苦。 我的病原来是因果病啊。 爷爷,既然这样,那我们就把那只白狐的衣服还给他吧。 或许这样,他就能原谅你了。 是啊,你们去准备一些祭品来,我要亲自对自己犯下了错来忏悔。 好的,我这就去准备。 就这样,赵先生夫妻两人陪着爷爷将这张白狐皮做成的垫背和一些祭品一起在院子里焚烧了。 对不起,白狐,当初我伤害了你,现在我向你认错道歉。 之后我也会多行善放生护生,来偿还我之前的罪业,进而将这些功德回向给你。 求你原谅,不要再计较我之前的过错了。 说完,他对着燃烧的白狐皮垫背磕了个头,眉多静,火渐渐熄灭,皮垫背也化成了灰烬。 赵先生将爷爷扶了起来。 爷爷,白狐的衣服我们还给他了,纠缠您多年的病一定也会好起来的。 嗯,希望如此。 你看,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 平日里赵老爷总是痛得连床都下不来,今天他的气色可好多了。 是啊,今天他看起来的确精神饱满,欢天喜地的。 爷爷,你感觉怎么样啊?要是皮肤痛的话,就和我们说一声。 昨天晚上我梦到那只白狐了,他已经原谅我了。 如此一来,我的病也会慢慢好起来的。 你看,今天我的皮肤就连一次也没有痛过的。 是吗?那真是太好了。 从那以后,爷爷的皮肤疼痛的病竟然真的好了起来。 远离了病痛后,他的身体越来越好,真正成为了远近闻名的老兽星了。 光药片三千,一盏灯万种星,天天燃灯供佛,更点亮自信光明灯。 欢迎随喜护持台湾燃灯功德会。 话播账号5032-3858,5032-3858。 户名台湾燃灯功德会。 大家好,我是Tim哥。 今天要来跟大家说明上班族在办公室的防疫小配方。 第一,常用物品每天加强清洁,如桌椅、门把等,一天至少消毒一次。 第二,尽量避免用手直接接触环境。 社交场合,拱手,不握手。 也请避免用手直接触碰眼、鼻、口。 用肥皂、勤洗手,像是从外面到办公室或用餐前的,都要记得哦。 当办公室空间无法保持空气流通,且接触距离小于一公尺, 面对面交谈超过15分钟,可以考虑佩戴口罩。 有生病或是发烧症状,一定要立即就医并且在家休息,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哦。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